那么刚刚说 这个普丁有6兆 2000亿美金的财产 随时他的月薪 他的年收入才14万美金 大概折合台币才400万 一公里差不多30万而已 但是现在他的财产不知道 怎么累積累積到6条 现在全世界不只是对普丁下手 全世界还对俄国的富豪 像俄国的亿万富豪 他的超级游艇被意大利扣押了 俄国最大钢铁制造商的游艇 也被意大利扣押了 另外是俄国金属大亨 他的超级游艇 也被意大利扣押了 还有一艘是被德国当局扣押了 俄罗斯化肥业的富豪 他的这个游艇 价值164亿台币 也被意大利扣押 这边意大利是贪最多 好像准备贪多吃了 来 我们来看福西好 来 郁终要补充 普丁是不是世界首富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世界首富要跟他单挑 这个我知道 马斯克跟说跟他一招 马斯克那个Tesla的创办人 他在他前两天在Twitter就说 他要跟普丁单挑 然后他说带赌注就是乌克兰 两个世界首富要转高级 然后赌注是乌克兰 那他一po出这个Twitter以后 那个车臣的领导人 跟那个俄罗斯的一些官员 就过来呛那个马斯克说 你没效 你打不过 就你知道马斯克今天又怎么样吗 他今天加码po这个 他在Twitterpo了这张照片 他左边就是普丁骑那个熊的照片 然后马斯克拿那个灭火器 喷火器 他们应该公司自己做的 就是说你有熊 我有喷火器 然后我给你单挑 网友都热烈讨论 这个世界首富的对决 马斯克好厉害 对 马斯克 我现在担心的事情就是说 大家前面提到就是 普丁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有两个迹象 我现在有点担心 这个人是不是要击笑 我怎么这样讲 你知道 这个是最新的 就是俄罗斯开始争 所谓的叙利亚佣兵 那这个东西 它是透过卡达民兵组织 这个组织恶民召章 它其实是阿塞德 叙利亚阿塞德政权 跟ISIS的一个中间的联络人 这个组织早就被美国列入制裁 就俄罗斯透过这个 恶民召章的恐怖主义组织 去募到了四万个叙利亚的佣兵 你找一群世界上 最大二级的这些恶棍 你要绕来 就是到我们今天 就是要干这些坏事 然后另外一个讯息 我也很担心 这个是 据说现在 因为前面都提到 乌克兰的那个军队 后勤 俄罗斯的军队 因为后勤不吉不利 然后就卡在那边 现在听说 消息出来就是说 乌克兰的消息是说 二军开始转向 什么叫自给 自主你知道 就是投名状电影里面讲的 抢钱 抢粮 抢粮们 就是等于就是土匪的 你知道我们打仗 最怕是什么 军纪换山 现在俄罗斯的军队 全部都在乌克兰的境内 那他们现在江塞那边 后勤又没有补给 然后前方又看不到 未来的时候 很怕这些军人 根本 而且他们军纪换山 很多指挥官 之前也被换掉什么 所以军纪换山的情况下 最怕的就是变成盗匪 你就直接 现场这些穿军服的 就直接化身为盗匪的时候 你知道 所以这个我现在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 普丁面子挂不住的时候 那后期又跟不上来的时候 你放掉你的国家的军队 变成军纪换山 然后在那边当土匪的时候 这个东西对乌克兰的人民来讲 那个惨痛 还会再更加深 那这个跟大家报告是 这是俄国 叫做俄罗斯国家禁卫军总司令 佐洛托夫 他向俄罗斯东正教 募守基里尔带领的 教堂仪式里面说的 他说俄军进展的速度 确实不如预期 好 那这个是 为什么我特别打勾 英国金融时报说 俄罗斯已经要求中国提供 这个地对空飞弹等五种军备 另外呢 除了地对空飞弹 还有无人机 还有装甲车 还有运补车辆 还有人工智慧相关设备 这是金融时报 那么英国 对不起 美国CNN说 除了飞弹等军备 俄罗斯也要求北京提供 不易腐烂的军粮 这刚刚王委员有讲 这项要求令人疑惑 俄军的基本准备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 就知道说 俄国对中国拜托了 那中国可能会给 来 我们来看一看 美国白宫国安顾文苏利文 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14号齐聚意大利罗马 进行双边会谈 主舟离不开俄武战争 两人7小时马拉松市讨论 议题除了围绕美中竞争 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作为 外传美方掌握俄国向中国 提出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 所以苏利文很可能在会谈中 直接向杨洁篪传达美方的想法 更强调北京当局的特定作为 恐怕面临潜在后果 我们已经很明显到北京 我们不会站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会让任何国 华府不断紧盯 普通好朋友中国的一举一动 美国外交官就透露 白宫掌握的亲子显示 中国的提供俄罗斯军事财政援助 展现开放态度 美方才会动作平平用各种方式 警告中国当局不要轻主妄动 美国一方面施压中国阻止援助俄罗斯 美国总统拜登除了计划访欧 商讨俄武战事 更致电16号将在美国国会 发表视讯演说的 欧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交换意见 泽伦斯基更欲请拜登 升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不但要将对象 迫及俄国地方官员 更要限制俄罗斯船只 进入国际航道 希望能借此对福利政权 造成进一步的打击 好 那么这是外电 对不起 中央社发的 说美中高层今天的对谈 长达7小时 而且激烈的对谈7小时 为什么要这么久 然后要激烈 两国对谈可以达到7小时 就代表每一个项是每个category 每一个范围大概都没有结论 大家立场不同 那我先回到 刚才有个讯息 三个国家总理是斯洛维尼亚 不是斯洛伐克 斯洛维尼亚 波兰 还有捷克 三国的总理出发 据相信现在应该在路上 所以到底是搭直升机 或者是车队 目前不得而知 那你知道吗 我们看到欧盟三个国家的总理 本人不是特使团 不是前总理 不是前政要 而是总理本人 这已经是不得了的意义了 你去查我看 最近这三四十年来 大概没有看过这种事情 战区 有另外一个宣称不派兵进入的国家 的行政最高首长 就像我们的行政院长一样 就是整同元首的 行政院长一样 而且不是一国 三国 而且先取得欧盟的授权 然后代表全欧盟去 提供的经济援助的计划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结果 不是一个测试 我讲它已经是一个结果 它背后提供的意义很多 你知道除了表面上看到 是力挺 基辅 乌克兰 那代表欧盟 团结捍卫民主主权等等以外 你知道他直接呛堵什么事情 你要到大的背景之外来看 俄罗斯才在前天宣布 你那些国际佣兵 还有你那些运输 反坦克 刺针飞弹的车队 我势同参战方 我要打你 也发动了轰炸 你知道我这边有一个 最近这几天的轰炸的比例 他已经做出军事动作 这是纽约时报整理的 大家如果看这里 24号发动战争 它的轰炸的黑色的地方 到处散状的 27号到3月1号 就集中在切尔尼科夫 基辅外面 还不是里面 那这边是哈尔科夫 还有南边这里 到了3月2号到3月4号 你就看到那个环转的地方 而且所有的将领都提醒你 你不要以为红色就是俄罗斯占去的 那队那大 你的兵全部加起来 19万20万 在这么大的范围内 你没办法控制面 现在只有在线 连点都还没有控制到 到3月5号3月7号 一样维持在这里 开始变化了 3月8号到10号 开始呛欧盟说 你如果再继续运武器进来 我要打你 他开始炸这里 炸乌西 乌克兰西部战区 是预备军的地方 然后11到13 大概炮击 在前线这边 你特别看哈尔克夫这里 这慢慢减少 这里偶尔打几发以外 量减少 位置的分布 往波兰的方向移动 所以当俄罗斯告诉你 我要打你的运捕车队 而且我的乌克兰上空 是禁止俄罗斯以外的航空器 这第二个禁令 第三个禁令是 禁止欧盟的直接进入 这三个禁止 这三个总理去都要喝正面呛毒 通通没好 你俄罗斯要退让吗 还是俄罗斯被逼得不得不退让 还是这个事情是三个总理的 胆大妄为 拿生命开玩笑去冒险 我认为不可能 所以这个结果 应该就是这三个禁令 以及欧盟对乌克兰 战后的秩序安排 以及重建的经济援助方案 大概在谈这个东西 我认为这个时候 中国就尴尬了 为什么那边要谈七个小时 美国意思说 我们很团结 俄罗斯我们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你如果这个时候 运五项军事武器过去 你偷偷散过 这一个 就是这个制裁 把他的资金 用绕路经过你的话 你会遭受直接的制裁 而中国的股票市场 因为COVID-19 武费的升高 加上这件事情 被连结到俄罗斯的事情 股市已经连续两天大跌 那最后 我要跟宏羽大哥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 你知道 美国 美国也很坏 他就直接讲 说 我知道 你要军援中国 中国你要军援俄罗斯 那中国第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办 外交部门没有回答 直接派驻美代表处 发一个新闻说 绝无此事 我们通通都不知道 他要否认 而他要否认俄罗斯继续要 他是他的二爹 老爹跟儿子要东西 现在儿子看到 欧盟跟西方这个态势 又不敢承认 所以中国在这个小社 想要渔翁得利 目前看起来 进退失去的可能性 比较大 我再补充一下说 为什么讲七小时 央视讲的是最有趣 央视有新闻稿 那乡视新闻稿里面是什么 整个中国就跟赵立坚一样 跟王毅一样 根本不敢谈乌克兰的事情 所以央视的新闻稿是说 杨洁篪在苏利文面前 坚决地表示 一个中国的原则 坚决反台独 所以他们跑到 罗马那边去 去谈反台独 代表着 去激烈谈七小时 又爱着谈这个 就是谈这个 所以美国就觉得你只是 杨洁篪就只是说教 因为他们根本不敢谈 所以才是真正的七小时 但是苏利文是很清楚的 就是告诉他说 你不要给我援助俄罗斯 不然今日俄罗斯就是明天的中国 所以其实是 美国是很清楚的 那杨洁篪就是讲了七个小时 再练一遍 一个中国的原则 反台独 然后还讲到疆独 还讲到香港 就是不敢讲乌克兰 但是为什么会中国是这样子 今天上次我们不是讲说 一个俄罗斯反贪户组织 公布了他们联班 安全局的一个分析报告吗 那分析报告里面讲说 本来普丁打算几天就打下来了 今天又公布一份 里面讲的那份更有趣 说本来在先前的时候 俄罗斯那边跟普丁那边 得到的消息是 习近平有可能 考虑在今年的年后 就是年的后半段 少打一下台湾 因为他取得胜利 为他二十大而登基 但是现在里面是 根据整个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情况 习近平不敢打了 所以是因为至少 现在不敢打了 所以中国现在变得那么尴尬 是第一个他不敢得罪美国 因为美国告诉你说 习近平注意一下 今日的普丁就是你 只示范一次 你就会变相修理 第二个是 习近平现在发现说 过去恫吓台湾那套剧本 完全都没有用了 所以杨洁是 一个七个小时 只是在那边 自说自话应付了事 在联出的时候就已经 可能就是 不是普丁跟习近平见过面吗 对对对 如果说你打得顺利的话 那这套剧本 习近平就 就换我打一下 换我打一下 但是现在看到这套剧本 发现说这套剧本 完全不能用 我刚才讲了 习近平现在晚上 已经在拍自己说 好可嘉宰 不是我先打 对不起 我跟大家再报告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今天说 不希望制裁影响到中国 并表示中国 不会单独斡旋俄乌的冲突 去年3月19号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舒立文也跟杨洁篪 在阿拉斯加见面 不欢而散 如冰天雪地一样 非常的尖锐的对立 经过一年之后 没有任何改变 而且更加激烈 就是吵了七个小时 我不需要讲 就是说 现在美国就是警告习近平 你不要再犯错误 如果你敢再去装甲车 地对空飞弹支持普丁的话 很抱歉 你就跟俄罗斯一样 我们要制裁你了 所以这是一个最后通牒 要中国 你至好似可而止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中国已经公开讲了 因为即将要召开G20 他说G20不要讨论乌克兰问题 我请问一下 现在最热的就是乌克兰问题 G20的各个会员国 当然要讨论这个问题 表示中国在这个时候 还在帮俄罗斯在护航 所以我觉得今天 乌克兰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希望他们能够认清 中国的真面目 你们今天这么惨 这么多人死掉 这么多人加财产损失 这么多人颠沛流离 谁在帮助俄罗斯 就是中国 你们当初还是一带一路 最支持的中国 他翻脸不认人 所以我们要看到 中国他的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是美国太平洋空军 司令维巴赫 今天警告中国 应该在俄乌冲突中 吸取教训 也就是说 如果你无端攻击邻居 我想他在讲台湾吧 你会招致比俄罗斯 更强烈的国际反应 甚至于催生 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 太平洋版北约 维巴赫说国际社会 在这次的俄乌事件中 已经展现非常明确的态度 也就是 当一个超级强权 无端对邻居发动攻击的时候 国际会怎么团结 汇聚力量 对攻击发起方 实施各种层面上的制裁 并对受攻击方提供援助 这个请教一下王老师 那这个维巴赫 他其实你看这个时间点 他又重申这样 他又在告诉你 讲得更清楚了 如果你中国有任何的这种 有任何的这种军事上的动作 结果你导致的就是 亚洲版的北约 而且我认为 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在着手进行了 几个时间点 亚洲版北约 因为你看 从上次特使团来之后 已经传出来说 台湾有益争取加入Quad 韩国选丸举也说要加入Quad 你要知道五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Quad的四方领导人的会谈 要在东京举行 其实你看到 那个拼图已经在做 他是现在进行式 他不是说 我告诉你未来要做 那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些东西 很清楚 因为另外一个英国的史学家 之前有讲到 佛格森 他有提到说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是说 同样的问题 如果发生在台海的时候 这家经济制裁 对中国来讲 影响有限 因为中国的全球化的 这个连结太深 等等 但是这句话的反面 一直告诉你什么 除了经济制裁之外 我们要 自先去告诉中国 你不要想妄想 可以学俄罗斯 侵犯乌克兰 那除了经济制裁之后 可以做什么 军事上的预先动作 那亚洲版的北约 就是一个对中国的 经济动作的制约 好 那我跟大家报告 今天俄国 俄国其实是小麦跟玉米的大国 对不对 他今天竟然说 不出话了 这个政府签署命令 暂时禁止出口小麦 给前苏联国家到六月底 那八月三十一号前 暂时禁止出口白糖 原糖 另外禁止小麦跟黑麦 出口到白俄罗斯 哈萨克等 总共这几个国家 那可是俄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 既然这么大 为什么要 要 为什么要暂停 当然 从那个协议不是连那个口粮 都要从中国 希望能够中国来提供 为什么 因为这就当然就是显示 他自己内部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战争 在整个所谓的这种民生粮食 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民生的这些 像这种粮食的这些东西 他当然他国内优先 优先完之后你才 这当然就是凸显到整个战争 可是对不起 因为乌克兰有抓到幾 俘虏了几个俄国的士兵 都二十通会了 这要的 这个二十二会 这个二十二会 这个叫做亚利三大 这亚利三大说 说他竟然给我们吃 过期好几年的军用口粮 吃起来很噁心 奇怪 因为国家就生三小 生三粮食 怎么会给这种几年前 过期几年的口粮 然后他又说 移动的车辆甚至在路上 不断故障 不走 这么强的国家 看起来这个设备都那么好 为什么会这样 洪毅大哥 这里面有一大部分 当然可能是贪污腐败 你以为俄罗斯 现在有钱人怎么变有钱的 一条游艇比博客机 手机还要大 不要开玩笑 你是几个人要担那里 而且好几条 除了贪污腐败以外 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 我们再搭配另外一个消息 俄罗斯跟中国要求援助 除了口粮 其实还要求运输车辆 那你知道吗 俄罗斯不只是什么玉米 这些生产第一道 它还是产油果 就前线的车辆不会动 油料不够 粮食不够 饿得要死 而且物资 确实在配送上出问题 所以他现在做了一个 叫做暂时管制 我暂时对 都那 他禁止的都他朋友 搞得好 拜托 测试没出货 暂时不出货 把物资先控管下来 接下来 下一步应该就是调度物资计划 那中国的车队是不是在边界 已经要过去了 所以美国在警告他 如果你过去 你会被直接制裁 这要整套来看 另外呢 刚才讲国际组 我插入话 我看起来 俄国的针队 应该是贪污腐败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就开始在弄 那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停下来 你看到很多2 plus 2 就是国防外交 两国首长会议 日美美韩 然后呢 美国跟印度 日本跟印度 越南等等 都在讲同样的事情 就建构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机制 唯一针对对象就是中国 而中国现在倒了八辈子煤 你没事 冬奥之前 跟两个 习近平跟普丁两边签约 我们非常友好 上不封顶 会端运动结束 你就去打乌克兰 现在每个都说 中国你是知道 事实上 除那个动作以外 大家回想 大概在去年底 俄罗斯的军舰跟中国的军舰 在哪里军演 清津海峡 现在北方四岛 日本现在是不是全面警戒 因为俄罗斯这两天又派了军舰 坦白讲 那个军舰都派一长股虾 那个很旧的 在那边军演 然后告诉说 北方四岛是俄罗斯 岸田文雄 今天在国会 大概罕见这样讲 那个是日本的领土 不管现在能解决 能不能解决 能不能沟通 能不能谈判 那就是日本的领土 那他们的领外相 也出来讲话 所以东北亚 日本跟俄罗斯 这边的摩擦 领土的争议 现在日本其实是军力不会输他 因为这次子老虎被人家发现了 而中国开始就倒霉了 你在清津海峡演习 大家不就回想的是俄中同盟 那日本当然也要建构一个安全同盟 来抵抗这个 好 刚刚王委员讲说 这只子老虎被发现了 来 今天俄军又有一个上校指挥官被打死了 将军打死三个 这个哲伦司机说 他们已经打下了80架俄虎的战机 好 那今天 因为这个台湾被俄罗斯制裁 人家就问赵立坚 赵立坚是什么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说你对这个你有看法 你的看法是什么 台湾被制裁咎由自取 台湾不是他的吗 他不是总统说 他不是总统说 台湾是他不可分割的 你不要点破 赵立坚其实是独派 照理说 如果你说台湾是你们的 你应该是说 俄国你就放过台湾吗 那是我们的吗 所以你看 战狼外交 读到普丁大帝的时候 也是縮起来的 他就只能 就讲了一个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都说 就感谢普丁大帝 普丁大帝做了那么多坏事情 唯一做对的一件事就是让台湾独立 谢谢 接下来讲到中国 我们来看 中国想不到这个时候 竟然一天之间爆发了三千多例 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确诊 那可是只有三千多例吗 我讲实在话 我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深圳 昨天说全面暂停件 宣布从今天开始 全市公交地铁停运 所有社区产业园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跟活动 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深圳 好这是深圳 来我们再看 吉林 吉林省说疫情最严重 吉林省加起来大概有两千例 吉林省省会长春 第二大城吉林市实施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吉林市长王璐因为抗议不利便免职 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疫情也在上升 然后说我们的台商说 对制造力来讲 这等于让产线按下一个礼拜的暂停件 加上没有办法出货 部分正值忘记的电子自行车领主建业者影响很大 北京昨天已经暂停21条跨经济公交线路 并且要求民众加强防疫 近期非必要不要出北京 有多严重吉林省整个省封省 这个深圳封市 然后长春封市吉林市封市 然后这个上海北京都这样 来我们来看北京 深圳疫情告急实施封城 不少市民连夜从公司搬电脑回家 准备居家办公 中国出现新一波疫情 深圳从14号开始一连封城7天 接到画面几乎没有车流 深圳成为疫情以来第一个封城的一线城市 只有网友将矛头指向疫情已经延烧多月的香港 只是香港目前没打算加强措施 眼看疫情严峻 14号单日中国就新增1337例确诊者 疫情扩散27省 一线城市上海也陷入半封城状态 还有活命 这里面还有小孩 有疫情 还有病人 上海男子拿着大声工 对着重兵把守的警方悲痛怒吼 一旁民众也跟着躁动 上海疫情凶猛 这间企业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把一般民众和确诊者关在一起六天 眼看家人被锁在里头不能离开 也让外头家属心急如焚 上海因为疫情已经关闭学校公园 也限制跨省移动 镜头再来到北京 民众提着大包小包 想从医院门口送东西进去 户外也设置临时塞检站 最后民众对于疫情扩散相当担忧 有影响啊 我们有车带有防贷 然后在家办公肯定就没有上班的时候 工这个就是赚钱这方面 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影响 这所方舱医院也专门用于接受 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治疗 工程单位加紧赶工 吉林省也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 已经有三间方舱医院投入使用 只是疫情快速扩散 中国累计确诊数还在持续上升 想要控制疫情 也让封城政策备受考验 韩国的疫情非常严重 韩国你猜今天有多少人 韩国今天有三十几万 35万确诊 那这个中国今天说三千个人确诊 一个是三十万一个三千个 然后中国说整个吉林省封省 吉林省封省 然后长春封市 那深圳封市 然后这个吉林市也封市 然后上海跟这个北京 也这个严格的控管 请教方老师真的只有三千个 我绝对不相信 我觉得这已经卷土重来了 很可怕 我真的是很不想再回到两年前 我们还记得武汉封城吗 现在是吉林封省 湖北也曾经封过省 所以大家还看到到 我今天看到香港 那个可怕什么 医院病传旁边 全部都是尸体 然后那个病人 我希望他们都没醒来 因为他如果一醒来 一看到旁边都是尸体 不吓死 香港的这个疫情 之前过去前一阵子还不错 去年这两年都算不错 香港的疫情非常严重 本来香港人逃到深郡去 想说深郡应该没问题吧 现在深郡的疫情也起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 中国他的这个防疫 包括他的疫苗 可能是有问题的 然后到现在为止 你看香港很多人 是打中国疫苗 科兴打国药 那结果现在你看 完全挡不住 那韩国也这么严重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现在好像是 平行时空 我们现在已经 前两天都已经零确诊了 所以真的 要守住这个疫情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一波接一波 看起来并没有办法往下走 如果中国再起来一次的话 那我必须要讲 我们真的不能够太乐观 好 那这个是今天 法新社 法新社的分析 法新社说 根据彭博的报道 中国广泛的封锁措施 恐怕使半数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受到冲击 半数 他说中国股市 昨天应声暴跌 香港恒生跌了1000点 大概5% 是2016年以来 首度跌破2万点 另外深圳之外 上海上个礼拜 因为疫情全面停课 人口900万的东北工业中心 长春也封城 2020年长春占 中国全年汽车产量11% 澳盛云朗说 这波疫情恐怕冲击 中国半数的GDP跟人口 然后说这个事情 重击中国 今年要保五更困难 来王老师 是 这个说法是完全成立 就讲广东 还3000个 怎么那么严重 问题是3000个 为什么深圳会封城 然后东莞也封了 广东 广州也大概半封城 极其可为 封了应该是韩国 韩国30万 竟然没有关系 我们3000个竟然这么紧张 30多万不就倒国了 但是他有说 他那3000个是吉林省 封省之后初步的初塞出来 3000多个 问题是你2400万 你初塞3000多个 那你塞到完要多少个 今天的数字是5154个 今天变大概 昨天3000多个 今天是5154 你看他的数字 这个数字是 他会是等比性成长 那刚才那个GDP 百分之百有影响 为什么 这次我们在威武战争 才知道说俄罗斯的GDP 等于一个广东省 那你现在深圳风 东莞风 广州快要风 那你这个广东不就没有了吗 那等于一个俄罗斯的GDP 就不见了吗 你看这影响有多大 那上海 上海就我所了解 因为很多上海的朋友 台商在那边 会传讯息回来 上海现在虽然叫做软封城 可是你看他 又出现了半夜 开始排队在验PCR的 半夜开始在验 其实他上海的状况 我认为相对程度 恐怕比外界想象的更严重 我们就讲一些 他一些酒店都已经交叉感染的 非常严重 那根本不用讲医院之间 还有护士跟医生在互相打架的 那上海的疾控中心主任 这几天已经看不见人了 应该是被下台了 对被下台 那所以你看这个情况说 上海的严重 那上海现在严重到什么度 浙江要求举报 上海外出的人 如果到浙江来 你去举报我给你奖金 就是让你上海人不要出来 那如果上海严重影响到长三角 一个长三角 一个珠三角 GDP刚好占中国的一半 好 我请大家 有没有去看医院探病 或者住过院 有 香港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香港 香港 3月11号的香港 这个是病床 病人还在上面 这是病床 然后下面这里放尸体 你有看过这样吗 我们通常那里睡的是陪病的人 对 他们还有一两万人 根本还进不了医院 就是说香港 为什么严重到这种地步 难怪一天要跌一千点 来 那个圆姿 我补充一下 之前刚刚讲的 比如说 其实他们现在很多官员 真的就因为这样下台 大概有60个官员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现在有定调 这次疫情这么严重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Omicron 他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第二个就是地方官员失职 所以已经有很多人问责 包括吉林市长 包括很多像山东 内蒙 辽宁 葫芦岛的很多官员 很多高级的官员 都因为这样子下台了 那他现在其实中国 他们现在中国人 都非常的无奈 现在他们做核酸 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日常生活 有人在讲说 中国除了是人口经济 军事大国之外 也是一个核酸大国 他们现在只要到外地 回来就要做核酸 去上班也要做核酸 动不动就在做核酸 有时候一天要做好几次 所以现在他们就自我解嘲 我给大家看一个 这是最近在网路上 很红的一个帖子 他就 很多人在做核酸的时候 就顺便隐私作对 就是要消解一下苦闷 比如说 孤疏城外寒山寺 下一句应该是 夜半终生到客船 对不对 他说夜半终生做核酸 然后还有 就变成一个接龙 比如说 洛阳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做核酸 反正就是他们现在 有非常多的大家在接龙 然后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后面那一句 都是在做核酸 都是在做核酸 就是大家很无奈 然后也有人唱歌 说什么 我想喵喵喵 一起喵喵喵 一起做核酸 也有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一 一起做核酸 都有 所以这个就是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我看到那个 苏州市的市政府 居然还开一个记者会 少有其事 他跟大家讲说 最近有网友 把做核酸这件事情 用古诗来改编 显现大家对于做核酸 这件事情的踊跃 我们在这边表示感谢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 就是说 可能面对这个事情 他也感到非常的无奈 但这也是因为说 中国的 他们一直想要采取一个 动态清零的策略 就是只要一遇到 马上全部都做核酸 不然就是封城 所以才会 他们现在才会面临到 现在这个状况 我讲实在 我们也不是说幸灾乐祸 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他好一些 不过你看看 我们每次都讲 亚洲四小龙 原志 你看一下 韩国今天三十几万 确诊 亚洲四小龙 新加坡九千多 香港两万多 台湾 本土龄境外三十九 这样陈时中要抓去枪毙吗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连圣文还讲说 就要来选 这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这个要算什么总账 台湾当然也包括全民的努力 也包括我们这个整个指挥 防疫体系做得很好 包括医护人员 就台湾是这么好 要怎么枪毙 真的不用枪毙 但是我觉得选台北市长 可以考虑 就是利用选举 大家来一起讨论他的功果 我想 来 之前我刚刚讲到核酸 你就知道说前一段时间 中国大陆在追一件事情 连李克强习近平都要去查 为什么要做核酸 因为这个是背后他们 黑幕和贪污的一个手法 前一段时间他们一个哈佛学者 就拿到一个中国内部在讨 讲话的录音带 有一家厂商做医药的 连续七年亏损 亏损达到七亿人民币 但是去年一年 回赚到十二亿人民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讲要核酸 所以一个人有核酸 前世检验 然后检验之后就跟中央拿 是团验的话一个人是六十块 如果个人验的话 是一个人一百五十块 就轻拼着在A钱 所以他们其实 为什么在做核酸 出这种事情就是 可是另外一个状况是 他们到底有没有是动态心理 没有 其实今天这个新闻 你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荒谬的新闻 可是是中国里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上海人民第六医院 有一个人送进去确诊了 然后转移了 转移之后 当然赶快要处理 但是医生就叫护士去 就护士拒绝 为什么会拒绝 在医院里面 没有黄副医 只给他一个口罩 你戴着口罩就去处理 那护士当然 我怎么样 我要去赌命吗 护士拒绝 医生就过去 所以看到画面出来了 拼命去打 打那个时候闹乱了 可是这里面出现什么状况 包含吉林 吉林说他们防疫物资 只有两天 这是代表什么 这疫情已经搞了两年了 防疫视同作战 这有没有像乌克 那个俄罗斯的军队 打入乌克兰一样 弹药没有弹药 什么没有怎样 所以中国真正问题 不是他们的清零政策 不是什么 贪污腐败 连个医院里面的护士 都没有防疫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中国真正问题在这里 它的疫情 我们当然希望它疫情控制下来 可是他们的贪污腐败 核酸 听过哈佛学者讲 他们赚到的是 可能有六兆元 你就知道 这才是真可怕的地方 所以连上海 这么重要的地方 这么经济发达的地方 都出现这个问题 那何况其他地方 而且我都高度怀疑 核酸到底准不准 它那里面都是官商勾结 中国正是在疫情当中 多少人发散耐财 这些做核酸的 都是国营企业 那背后就是拼命做 拼命做 就是借着做核酸 来发大财 我觉得这是中国 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然后结果做出来 可能是不正确的 然后上面又隐藏又引爆 所以台湾现在一直爆发出来 好 这个另外是公总的这个争议 那包括这个里面的这个蔡恋生 说他是老男男 那除此之外 这个柯文哲跟 柯文哲宴请中国的大官 其实说就是蔡恋生从中砍狗了 那实情是如何 等一下我们去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这个工业总会的理事长 是台塑的总裁王文渊 可是王文渊 他这个忽然之间怒辞这个理事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工业总会的秘书长 假借他的名义发新闻稿 然后在这个停电的时候 大骂民进党 那王文渊的意思是说 要把真正的原因知道以后再来骂 结果想不到他假借他的名义 这个就发新闻稿了 那么王文渊说这不只是一次了 他好几次他假借他的名义 所以呢 他愤了辞职 不过现在搞到最后 可能练 这个蔡恋生 自己必须辞职 来我们来看福西啊 原定参加顾问公司发布会 工总秘书长蔡恋生 却临时取消行程 低调献声 工总喊冤 他并没有说 你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去去发新闻稿等等 所以在整个过程 您刚才说到说 有没有什么真实 我说毫无真实啊 强调发稿前都有问过理事长王文渊 但没接获明确指示 不要发 而王文渊新闻稿 闪电请辞 也让外界盛传 工总是秘书长制 让他无法大展长才的消息 不进而走 我个人从公务机关出来的 当然我们会尊重体制 我真的不在意这样这个职位 但是我不能接受那些莫须有的指控 所以我不尊重他或等等的 那这样的指控我是不能接受 蔡恋生解任或退休恐怕也是导火线之一 平面媒体报导 王文渊曾发函给工总 准备在理监事会 增加解除秘书长职务议案 部分理事认为应该用退休方法 张承跟理事让王文渊在推动会晤上有无力感不如归去 尊重理事长 理监事会为留理事长 希望蔡恋生给他有尊严的 来离开工业中卫 不要用解任的方式 蔡恋生擅长工协会文化 王文渊擅长民间企业经营 形式风格不同 但怎么也想不到 一纸薄薄的303停电新闻稿 竟有芭蕉善威力 吹出工总茶壶风暴 好来 请大家看 台塑集团发布新闻稿 说总裁王文渊 坚持在还没有厘清停电原因之前 不宜发布新闻 但蔡恋生却假借王文渊的指示 对外发布新闻稿 痛骂民进党 我想请教一下王委员 他怎么 原因还没有知道 为什么要先发新闻稿 这件事情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王文渊 你不能说他蓝也不能说他绿的 王文渊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他曾经跟媒体讲 我不要求你讲我的好话 只要你不讲谎话就好 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讲不好的消息 但不能说谎 所以他的个性是 这不要说白菜的 这不要说白菜 这一次蔡恋生出什么问题 明明这一次台湾是输配电网出问题 甚至于现在目前已经证实淘机 是被人用油压剪剪断染线的 是人为的破坏 某些地方可能是动物导致短线 也就是说台湾不是缺电 是电力网络输配电网落透 那王文渊的意思是说我做工种 工种是台湾的工业大的团体 你要发布什么消息 不要乱讲 那蔡恋生呢蔡秘书长发也就发了 用王文渊的名字 就做好房戏啊 那你用了别人的名字 去发了一个不见得是真实的消息 王文渊做了 我跟你讲这个王渊的动作 你可以说他潇洒 我觉得叫无奈 一个理事长没怎么开读秘书长 开读自己 王文渊说这样我不会做了 所以在昨天他们工种的临时理监事会 才开会决定拜托王文渊未留以外 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叫 有尊严的让蔡秘书长离任 有没有尊严是人家给的 不是自己要的 但是蔡恋生这一次所作所为 是冰山一角 他长期把持的工商团体 用意识形态来进行商业活动 这个是非常不可取 尤其台湾 台湾是一个国际贸易的大国 我们必须按照真实跟客观的东西 来处理事情 那对这位秘书长来讲 今天去新闻说蔡秘书是老男男 他老男男也有好人 但蔡秘书是一个 用意识形态影响经贸活动的老男男 这样说得对 用意识形态 用意识形态 用政治意识 来阻挠或者来干预 正常的经贸的活动 政府的行政决策 这个就很不适当 所以王妍这一次做出这样大动作 我认为这个理事长做的是对的事情 来王老师 我补充两件事情 蔡连生大家知道他的资历最有名的 应该是经济部投审会的直密 他的时间是1996年到2002年 经济部投审会的直密做什么事情 这两个部分 就是基本上审查什么 台商要到大陆投资 以前借级用人 所以你要去 其实合法的去 你要经过投审会 你看他权力有多大 所以你为什么台商看到他 静若神明 他说我去台中大陆主席 是要看你的脸色 然后中资来台 他都下面有多少图纸图纸 中资来台经济会投审会 所以他为什么在公总这一块 好像讲16年来 负罪的去投 他是公总的敖拜 对 可以这么说 然后我觉得最让人匪夷所事 他不是一大堆声明 有一句话我听了之后 我就想他在说什么 我念一下 他说什么 他又听说明说 他本人实在接受王理事长 就是王理事长的 所称停电只是人为疏失 所以不应该有任何建议的主张 这也就是什么 他已经证明了 他自己的声明当中证明了 这个王文渊有说 这个是人为疏失 所以我们不应该提供任何建议 王文渊是有这样说 他已经自己证明了 你还把新闻稿 还用王文渊的秘密把新闻稿 果然是敖拜 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那为什么会谈到蔡恋生呢 因为这个 柯文哲不是花了四万七千多块去请了中国的高官吗 有跟他有关 说这个砍狗 其中砍狗就是蔡恋生 那蔡恋生到底还有没有阿公的 那边关系有多好呢 柯文哲说他宴请的人是在台湾登记合法的公司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尹梦 那为什么他不公布名单呢 我觉得他这一点是让我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他在24号被民众募集到这个 宴请中国人 那时候民众是听到中国口音 然后觉得说这个柯市长在干嘛 因为他上面写的是他是台北市府的活动 然后里面却有中国人 所以他就有这个投诉 那投诉的过程之中隔天柯市长回应 那他回应的时候 我对那个回应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说我这就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欧美商会我都一样 就是这没问题 这是正式活动 所以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去调资料 结果看完之后我发现真的很诡异 就是过去的这个欧美的这个活动 就是这个是美国商会的活动 其实他们都是公开的 第一点就是说我先看到资料里面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为止 只有今年有中国 其他都是欧美的 那欧美的部分的话 第二个就是他都有公开透明 就他自己会发新闻稿 这是我们市府自己的新闻稿 他会写说他有照片 每个吃饭的人都拍出来 然后他会写说我是为了智慧城市 我们讨论了智慧城市的内容 那欧洲商会也是一样 他有说就是他们例行性每年都会办 然后他跟谁吃 然后有来的人有谁 然后他们有没有签署MOU 然后他们讨论一些招商的事情 都写在新闻稿里面 这个是柯市长他们自己 柯市府他们自己写的 这个花谁的钱 这个是花商会的钱 商会自己花钱 对这个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就是他们都是商会邀请的 不是柯市府自己办的 所以他是公开的活动 商会都会自己公开出席名单 那唯独就是中国的部分 他甚至今年才办 然后他没有公开透明 然后他是花市府的钱 是市府去邀的 花了快要五万块钱 所以在这里我就 因为市府是主办单位 所以我就问市府说 那你让我看一下名单 因为我们过往其实去要 台北市的这些正式活动 要名单其实都要得到 然后他就说 那我要请示一下 我要问市长是 要问市长是 然后我就想说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问市长是 你不是就是市府的活动 有什么好问市长是的 就要说那你就让我问一下 就来来回回 过了很久 他到上礼拜四就说 对不起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提供 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 理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方便 有个资疑律 然后我就说你在规避监督 你们以前提供什么出席名单 也没有个资疑律 美国商会 欧洲商会 那个都没有个资疑律 为什么这个就有 对 所以我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子 你们这样子是有问题 然后他们就真的没办法 而且我们就是市长是就是 有指令就不行 是市长是下来的指令 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不行 那我礼拜五一定要讲出来 所以礼拜五一讲了以后 柯市长就大发雷霆 我也很惊讶 我想说你有什么好大发雷霆 就是你就是不给我 那我就那你总可以给市民吧 市民想知道 而且你就是双重标准 而且你公然说谎 你在用话术骗人包装 你在跟中共吃饭的事实 所以他就讲了一大堆 所以我最后才会说他 你是国王的驴耳朵 因为你就是有驴耳朵 你不知道怎么说 他为什么要邀请 这么多中国的大观吃饭 对 这就是我最疑惑的一点 因为他到现在 他还是都没有 这个我觉得 我很在意一个地方 就是蔡恋生 因为蔡恋生 他在借级用人的那个时期 他是 大家都是借级用人 只有他一个人是说 他要开大门的人 大胆开放 对 他说大象要进来 在那个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这样子 所以他只是 李登辉的政策是借级用人 但是他反的走 对 他是说要让大象进来 这是第一个 让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有点像五三贵 然后再来 第二个是我们2014年 在反服帽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还是普通人 在反服帽 所以你是说他是隐清兵打开上海关 隐清兵入关 他应该是五三贵 因为就是在服帽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抗议那么多 到最后还有50万人 我们不是都是上街吗 然后他在2015年 就是我们都已经抗议完 他在2015年继续说 就是应该要开放服帽货 就是要让中共 中国的厂商进来 我们台湾才会好 在这个餐会里面 蔡恋生扮演什么角色 这就是我最奇怪的一点 就是说 因为柯市长在接受大家质疑的时候 他其实有讲一个 我认为又是让我很困惑的一个回答 他说这个是蔡恋生邀请 然后就是帮忙就是邀请他们来的 然后讲得很模糊 然后就想说 所以是蔡恋生找了这些 中共企业来拜托你吗 所以你市府是被拜托的对象 所以你只是请客吗 但实际上我从这边 就是从公总那边消息 可以知道是说 应该是柯市府邀请的 就是柯市府主动去找这些企业 然后请蔡恋生说 你去帮我把他们找来 他要有一个名单 到蔡恋生去找 对 然后这就是我最奇怪一点 是说你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请问一下中国银行是金融业 对 中国银行有东方航空那些 跟台北市政有什么关系 请问这些金融业可以投资 我们台湾的任何一个重大的 我们基础建设是可以的吗 对 那请问这跟市政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为什么不写出来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什么 你就弄了什么智慧城市 还台北通 你可以讲 我跟你讲 不可以讲就是有贵 对不 你如果没有贵 你就让大家看看 而且你要发公款 这就叫欲盖弥彰 越描越黑 很像把责任推给蔡恋生 其实你本来就要请这些人 你只是透过蔡恋生去写 甚至我都怀疑 他直接都可以打电话 对不 你如果没有贵 你就让大家看看 而且你要发公款 这就叫欲盖弥彰 越描越黑 很像把责任推给蔡恋生 其实你本来就要请这些人 你只是透过蔡恋生去写 甚至我都怀疑 他直接都可以打电话 只是说他蔡恋生是通过陪客 那为什么 就是要让这些 中国中资在台湾的这些 什么行长 这些 知道我克文哲是谁 而且他现在已经不把 双城论坛视为满足了 因为这些公司 总部都在北京 未来可能调回北京 未来克文哲要选总统 他基本上要跟中国 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他为什么要拖那么久 如果你真的觉得 行得稳坐得正 他说你们不要把他当匪碟 那你就当他就公开了 你拖了这么久 然后现在一直被挤牙膏 挤牙膏 然后才挤出来 那名单不是要公布的吧 名单是媒体跑道的 不是 如果是媒体跑道的话 那更难堪 因为其实都有摄影 他不想公布 那你怕什么 那你现在 所以说五万元 这是我们台北市民的 名子名高 结果你拿来做你自己的公关 那我觉得 那个蔡恋生 我觉得他是一辈子的公务员 台湾中华民国养你 结果你既然做出这种 说南京人吃力爬外 你尽量要把中国中资弄进来 要让台湾投资 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然后一直鼓励台湾的企业家 去中国投资 操控台湾 把台湾的制造业 全部都拉过去了 到后来台湾只剩下什么 一些门槛 比较低的服务业 为什么我们的工资 一直起不来 为什么我们最近的工资 因为台湾制造业回来投资 所以这个蔡恋生这个人 我真的非常怀疑 他到底的内心信仰是什么